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後的股市同學會 投資朋友還記得了 7月29號 我就一直在跟你講說 台積電因為他連續的三紅K 就已經先撐了大盤 那我說這個撐的絕對不是散戶嘛 對不對 那既然台積電會這樣子做一個所謂的連續三紅K 跟大盤不一樣 不同步的話 那就代表 有人不希望這個盤一直往下跌 包含像台積電昨天7月30號 一樣已經四紅K了 對不對 我說大盤有破底 但是台積電卻 沒有去破底 投資朋友有沒有去注意到這個 到了今天 投資朋友你看 已經五紅K了 這個台積電實在太強了 對不對 而且重點是在什麼 就算他是跌 當天台積電是跌的 對不對 就像今天一樣 他的K線還是紅K 什麼叫紅K 就是他的收盤價比他的開盤價還要高 就是收紅K 所以投資朋友你看已經連續的五紅K 那你這個連續五紅K 你認為 誰在撐盤 投資朋友說答案就應該很明顯了 所以為什麼會跟投資朋友講 從禮拜一天天在提醒你 不要去砍在這個阿呆股 哪時候的阿呆股 季限之下的阿呆股 對不對 那這兩天有很多股票 都已經談得非常的多了 那當然這個地方不是所有股票一起談 有些股票他後面才會談 那不管是怎麼樣 投資朋友 你再往下砍 我是覺得 真的 真的 你會後面會非常的後悔 但是你現在覺得說 要插毛啊這個 阿不就是說有的股票還在撐 你會覺得說你是做對了 可是在月後面 尤其是進入到8月份 7月份已經結束了 等到新的8月份 投資朋友 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樣了 因為7月份真的很悲慘 跌得很快又很悲慘 有些7月中開始嘛對不對 所以投資朋友你看 昨天在跟你講說落底三星 大家很多人就是 昨天砍 很多人都砍在什麼 破 這個禮拜五低點的時候 趕快去砍股票 所以我說我是跟投資朋友講 你繼續想想看 昨天那個真的是最戲劇的 原本跌330點 後面就變成漲59點 好那今天 是還好了 今天這個盤中最低跌了177點 當然收盤是怎麼樣 跌24點 最主要是這個 台子旗的周選擇權要結算 可是投資朋友 現在已經從落底三星變落底四星 什麼叫星 星就是他的實體 就是收盤價跟開盤價 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不去看那個 所謂的上下影線的話 他的這個實體都是非常的短 那為什麼會非常的短 就代表空方的力道 原本是非常的 非常力量非常大對不對 到後面 打不下去了 每次打下去就又被多方拉上來 就會出現這樣的K線 所以說投資朋友 從落底三星變成落底四星 就告訴你 空方的力道在這個地方已經開始衰退了 而且衰退的是非常的明顯 那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不敢說他馬上就要開始出現大漲 但是最起碼怎麼樣 他會先做橫盤區間的整理 大盤橫盤區間整理 就代表有股票要開始 出現強壇 甚至於漲停板 所以投資朋友你看 今天旺宏都漲停 好旺宏漲停 我們明天再來講 我們今天先不講 為什麼 因為投資朋友來 我們這個優惠是最後一天的 我希望投資朋友 如果你想把握住8月份的行情 趕快跟著正宏來做 我說過你要去抓這個標股 其實不會那麼困難 你只要去複製 複製什麼 複製這個標股的模式 什麼叫做標股模式 他的一個架構 還有他的形態 對不對 你只要知道說 主要只要是出現這個架構 出現這樣的形態 他就會成為標股 那我們就把這樣的架構 跟這樣的形態 去找 有什麼股票是符合這樣子的 對不對 符合標股模式的 找到之後 投資朋友你就去買 當他一發動就去買 是不是就容易去抓到這個標股 所以昨天我是不是跟你講 我說我已經盯好一檔股票了 只要他一發動 我就去買 說到做到 我們今天買這檔股票之後 新的 馬上 砰砰砰砰砰砰 漲停板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 想跟著我一起抓標股的 我說過 只要複製標股的模式 複製他的架構跟形態 你只要去找到 有一檔股票符合他們 一模一樣的 他就會成為標股 所以投資朋友 趕快 最後一天的優惠了 所以投資朋友其實我每檔股票都是這樣子操作 那尤其最近很多的股票 我知道都跌得很慘 包含我們自己的這些股票 可是投資朋友有沒有去想過 我們會員的持股 受傷並不嚴重 為什麼 因為之前已經先漲了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的買進的成本都蠻低的 有那個什麼 有那個什麼 我們有抵抗力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要知道怎麼樣 去買進到真正一個低成本的標股 我相信你就跟著正宏做 你看我從之前的這個雅翔 當初也是從200多一路 衝到300多塊 366塊 200只是衝到366 當初的實權有沒有 也是從這個一百零幾塊 衝到多少 將近一百八十幾 對不對 那現在這一次就是什麼 聲揚半導體 所以投資朋友 怎麼樣去抓到這些所謂的標股 跟著真紅 8月份我們就好好的來抓標股了 所以我希望這個優惠 你千萬不要去錯過了 我們是因為針對 之前的一些粉絲 好你看一家 當初我是39.5 買進的 我說過因為我們的成本夠低 所以怎麼樣 有本錢來跟他拼 經過這一波 急跌大盤的急跌 跌了2000多點 好投資朋友你看 反彈個兩天 我的成本就回來了 有沒有 我就解套賺錢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買的標股 假設他標上去 不小心遇到這個大盤突然急跌 有沒有關係 沒什麼關係 很快反彈就回去了 我們就回到成本之上了 那我不曉得你的股票 經過這幾天 大盤沒什麼大漲 這邊震盪對不對 你的股票有解套嗎 有解套賺錢嗎 我不知道 我們的意下是不是已經解套賺錢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之前的成本夠低 好再來呢 老師朋友你看 山林水 我們現在也是一樣 在這個地方 只要他一反彈 很快 我們又是解套賺錢 而且他已經收 黑十字線 這邊的新線越多 未來他的反彈怎麼樣 反彈的力道就會越強 跟大盤一樣 他這邊晃來晃去晃得越久 新線就是我跟你講的 收盤 跟 開盤是差不多的 他在這邊一直壓縮 到後面突然一根怎麼樣 急漲 馬上就不一樣了 這為什麼會壓縮 就代表空方的力道 已經幾乎沒有力氣再把它打下去了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其實現在很多股票都是這樣 尤其是我們的持股 好你再看這萊寶也是一樣 有沒有 已經連續了兩紅星了 尤其是這個 上個禮拜 五的時候 大盤跌最嚴重752點的時候 他竟然可以收這個所謂的 光頭的中紅K 這就不簡單了 所以投資朋友 他如果 要跳空出現個中紅K 很簡單 而且很快就會出現了 所以你看投資朋友 我們買的股票 成本只要夠低 我們多少買的 40.45 今天收盤多少 43.7 你有沒有想過 大盤跌2000多點 我們的股票 對不對 來保 還是賺錢 為什麼賺錢 很簡單 買的夠低 對不對 就不怕震盪 甚至大盤擊殺也 沒差 我們還是在賺錢 包含像盛陽半導體 更不用講了 盛陽半導體這一波 幾乎沒什麼跌 真的是沒有什麼跌 而且成本低到不行 67.5 對不對 你看 他有在跌嗎 沒有對不對 大盤殺成那個樣子 很多股票也出現急跌 急殺 可是呢 深陽半導體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急殺急跌 沒有 前面慢慢的跌 後面還怎麼樣 逆勢上漲 投資朋友 為什麼不一樣 這就叫標股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過 你怎麼去抓這個標股 當然不是說你一出手 就一定是標股 那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重點 我為什麼常常會抓到這些標股 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去想過 我講過很簡單 你只要去把那個標股 的架構 還有什麼 標股它的一個形態 它有固定的架構跟固定的形態 那你去找 哪個股票可以符合它的這個架構 跟它的形態 這個股票剛好怎麼樣 符合它 然後 它就有機會成為標股 就這麼簡單而已 你就怎麼樣 填充題 就看誰長得像 來比對一下而已 問題是 重點來了 你知道標股的 架構長怎麼樣 你知不知道 這個標股的形態長怎麼樣 不知道 對不對 你不知道 要不然又正紅 所以我都常常抓這些股票 我說過 從之前的雅翔 十全對不對 還記得吧 到現在生洋半導體 你看每檔股票 一直出去的 最少都五根漲停板的 好了 來 浮育 我們不要去講的 太過於什麼 你沒有親身體驗的 這個之前我們送這份資料 7月自新有沒有研究報告 我只有7支股票 你看這檔股票 4513富裕 有沒有 他是不是逆勢在漲 大盤跌的稀利花拉 他有在跌的稀利花拉 沒有 他還在往上衝 已經連續兩天 連續兩天漲停板 大盤有大漲嗎 沒有啊 對不對 投資朋友 你看他的這個 漲勢 就是不一樣 這就是符合什麼 我剛剛所講的 標股的架構 跟標股的形態 所有的投資朋友 你只要把這樣的一個 他的這個架構跟型態把它複製起來 你就去找 找什麼 看以後哪一檔股票 可以符合 這個架構一模一樣 符合標股的 他型態也符合 你就有機會怎麼樣 抓到標股 很簡單吧 但是投資朋友你不知道什麼叫做標股的架構 你也不知道什麼叫做標股的型態 所以 你要跟著正宏來做 我來幫你找 你看 長官不是跟你說 我已經盯好一檔股票了 趕快跟著我來做 有沒有 還記不記得 沒跟你騙對不對 今天就出手 開盤沒多久 我已經盯他好幾天了啦 就等他啦 等他怎麼樣 等他發動 好 結果呢 投資朋友你看 今天他一發動 趕快扣 扣出去 沒多久 噴噴噴噴噴 漲停板 有沒有 漲停是鎖起來的喔 所以我先跟投資朋友講 你看 我說過啊 你只要去複製這個標股的什麼 架構 跟標股的型態 我們叫做標股模式 對不對 買進去之後 就漲停啊 那後面看他能漲多少嘛 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投資朋友 想不想 來要新的標股 想不想跟著我來做 只要你成為我的家屬成員 我就帶你來做 我相信他還有上車的機會喔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趕快去把握住喔 現在才剛開始喔 頭一天而已 因為標股啊 他很奇怪喔 第一天漲 他不見得後面會一直漲 他會怎麼樣 前面會震一下 可能會有一天兩天的時間 讓你上車 為什麼讓你上車 他就是把那些短線的有沒有 清洗一下符合 他才會繼續再漲 所以你要把握住這個機會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啊 你看 我們開盤沒多久趕快去買 他開盤不是直接往上衝喔 開盤還往下跌 沒有往上漲喔 開盤沒多久還往下跌 後面才開始漲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繼續想想看 為什麼震宏 從之前的這個雅翔也好 到這個實權 到盛陽半導體到現在 甚至於我給你我給你那份研究報告 七月之星有沒有 七月中旬 我給你那份研究報告裡面 浮育 都是符合什麼 符合所謂的標股模式 所以投資朋友 只要不斷的去複製 你只要去針對 標股的架構跟標股的形態 去比對 只要是這檔股票符合 那他就是標股了 就這麼簡單 對不對 講起來很簡單啊 重點是在於什麼 你知不知道 什麼叫做標股的架構 到底長得怎麼樣 標股的形態 到底又是怎麼樣 才叫做標股形態 你敢知道 不知道對不對 沒關係 對曾鴻來做就好了 不用太多 而且我跟你講 我們這是最後一天的優惠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優惠 我們是希望 回饋給什麼 我的一些粉絲 所以我希望這個最後一天的優惠 投資朋友 不要錯過了 只要你成為的家族成員 我來帶你抓新的標股 在八月份 好好的 賺他一波 巴黎的損失 再賺回來 好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也預祝 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我們 明天見 來囉 本公司已忘記七下不保障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券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實現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中學同學 你現在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訂閱理財說 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 對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